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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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法巴大家棧 大家好 兩位好 我們又有機會合作 我們晚一點是不是今天都會再見 我們晚一點還要遮瑕 今天又遮瑕了頭 是啊 整個市場都不差 是啊 而且感覺不到回調的力度有多大 完全沒有 想橫行一陣就飆上去 找不到啊 哪裏有回調 找不到 升足四個星期 今天仍然在升 所以真的挺厲害 我們看看 今天上午市收了 升到96點 報19650 其實今早的波幅不算很大 都是一百幾十點 幾十點 不過今天如果我沒有看漏的話 應該是沒有試過轉燈 是一個星市 不過幅度不是很大 最多是百多點 最低是二三十點 床善明要說二三三一出色 是嗎 是 轉頭說 很開心 二三三 什麼 二三三一 我想起巴黎奧運 我想起巴黎奧運 最近經常見到 倒數還有七十天 還是六十九天 就是巴黎奧運 所以 你先不要管 李寧 最後 在巴黎奧運上面賺到多少錢 但是 一旦有東奧 一有奧運 一有這些大型活動 總會炒一炒它 所以我覺得 這些兩年一潤 就是你奧運四年一次 亞運二十四年一次 接著接著接著 你每逢這些時候 怎麼都拼它一拼 但是不要貪心 因為不要想著它可以性很多 走一轉就好了 大家要留意一下李寧 一看到今天李寧彈起來就想起巴黎奧 是的 等待兒大家,大家再看看 不如我們先提到大市的情況 剛才馬田所說 升足四個禮拜 大家覺得之前如一路會回 會回的時候 可能會有機會轉變 我想問大市的資金流 現在是不是比較少 衝到紅症った 還是紅心未敏 都想部署一下 它會有一個回調這樣呢? 如果你看牛熊症街坊 其實熊症真的少了 譬如上個星期五這樣 你看到2萬點以下的那些 有人買的 但是累積每一個位每100點左右 都是只有500多600張棋子 所以反過來你看最貼的牛症 譬如19,100那些位的話 一出就已經有八百幾九百張棋子 所以變成其實你說得對的 相對來說沒有早一兩個星期買熊症 第一 如果買熊症的都輸得挺慘的 這四個星期 見一隻 店一隻 湯一隻 真的很誇張 買到都真的害怕的 所以變成你唯有繼續用一些高槓桿 二小博大 希望先追回一點點 就是你好像買馬那樣 頭那四場都輸了一段去 那你第五場你還訓爭嗎? 你都買回小一點 所以變成金額上就會見到 熊症真的小了一些的 還有另一件事我自己看到的 都想藉著這裏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升了兩個星期 升了第三個星期的時候 我自己以為市場要回的了 就是十年升完之後還不會 現在十年升之後不會等什麼時候 誰知道就是不會給你看 已經跌了兩天又升了 所以其實你看回呢 如果我於是上個星期五 其實我自己都在網站上都寫了 就是說原來在過去這一個月裏面 其實北水就是內地資金 真正透過港股通來了香港 只有四百多億的錢而已 那四百零億是多還是少呢? 那做一個比較給你聽 騰訊在過去一個月的市值 升了8千五百億 所以四百零億多還是少 那當然是少了 就是騰訊升了8 只是一隻股票都升了8千億了 是不是? 那8千五百億了 但是你入了那四百億錢 就是很明顯不是這四百億 真是買棄了那隻東西 而是股價真的上去了 但是你又想回 不是啊 過去這一個月 每天都一千多億成交 甚至乎有一天上了兩千億成交的 那你整個月每天都一千多億成交 但是你合起來都是入了四百多億 那其他錢從哪裏來呢? 所以我當然拿不到其他錢從哪裏來 因為我沒有這個數據 但是其實你可以知道就是說 由4月19號中證監 推出一些港股通的利好 港股通平台的一些消息之後呢 其實真正北水流入力的錢 是有得數的 數得出的 所以變成一個市真是怎麼推高呢? 其實是不是真的那些外資回來呢? 你看到很多的股值 就是Valuation 開始看這個港股的Valuation P.E.這些東西的時候 那其實是不是真的會這麼快出現調整呢? 就是甚至乎大膽一點點說就是 升了一個月了 那是不是真的流市呢? 是不是真的這麼... 你說我迷信也好 什麼都好 是不是真的農曆新年 這個農年一開波之後好像真的沒有跌過 這個農年那些股票 如果你真的一路長渣著很多隻都升了上來 所以變成大家真的薄回調的時候 都要意識一下 這次這個升浪 是不是跟過去兩年來計算 非常之不同呢? 所以這個要留意一下 還有一件事就是 一講起就是開始有業績公佈 還有今天會特別留意葵程 因為剛剛新聞也都報了 我們的國家主席 自己親自點名旅遊業要發展 我想問一下你們兩個有沒有 有沒有北上深圳的那些一日遊那些? 我自己就沒有 我都沒有 你們兩個都... 坦白說我問你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知道答案 我看你們兩個都是我 有樣子看的嗎? 是呀 怎麼看呢? 有樣子看的 是呀 你又沒有? 他有你呀 我看不到這麼漂亮的美女 他有去呀 他撞不到我們 所以就說沒有 不去的地方不同 只能夠說 但是以你的觀察 你又想去的 是不是真的很興旺 或者真的很多港人呢? 我剛剛星期五上去記一些東西 因為我要去內地寄順風 詳細不講了 我要去一去 收工之後 就揹著背囊上了深圳 羅湖 搭東鐵羅湖 羅湖出完之後 羅湖寄完東西之後 反正都上了關 沒有理由就馬上乘車下來 這麼 lonely 原來是這樣的 於是就更加 lonely 就做些什麼 就自己走了去國貿站 吃完晚飯 才回來 去到國貿站 有個商場 叫做金華什麼光 還是什麼 我都不知道 隨便在大重點 不是大重點評 在百度地圖找到的 有間原本想著什麼呢 不得不佩服那些內地公司 在香港賣廣告 我相信你們有留意到 最近這六天 經常有個廣告 寫著什麼八合理牛肉的 深圳最大牛肉火鍋的 嗯 做什麼事 那我想著 我看到大重點評有 沒事的 香港也有賣廣告 其實我吃過這間 我知道 大重點評有 我打算上去 於是貢一下貢一下 就去了什麼金華 金光華 那個商場那裡 很漂亮的 有Zara 有Chanel化妝品 有很多很漂亮的名店 在那裡 接著我開始吃東西 接著一路逛街 一路在商場 哇 這麼久沒有去到 逐層樓轉個圈 一路走 一路走 我發覺第一 身邊很多廣東話 嗯 第二 你以為上去北上 大家如果不熟知 可能會以為是一些退休人士 一些公公婆婆 上去玩 因為消費便宜一點 錯了 全部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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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比我更年輕的 帶著那些小朋友上去 那上去吃飯 上去帶小朋友玩 上去帶他們放電 這樣 星期五晚啊 我講的 我最好笑 我等一下 我有你們的電話 我發一段影片給你 我走去那個 樓下有個廣場 那些本地人呢 那些星期六、五晚 帶小朋友去廣場那裡放電 晚上八點幾、九點在那裡放電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那個北上消費的模式 是不是局限於某一個年齡層的人的 就是連一些親子活動 連一些 真是沒有人旅遊 兩個年輕人又有 兩個帶小朋友上去 一家大小 兩三個Family上去又有 走過的玩具店 全部都是小朋友 全部都是廣東話 媽媽我要買哪一個 爸爸我要買哪一個 這樣 所以 其實你看到 內地其實是有很多的 吸引國際旅遊的條件 因為其實 過往很多年之前 其實很多外國人 都想去中國 萬里長城 這些東西上海 這些大家都知道的 是不是 其實只不過就是 第一有疫情影響了 第二就是說 其實我相信 也都是很多人 暫時都還是很卻步的 就是你要在內地 有實名登記電話 甚至乎銀行戶口 你才可以用到很多 電訊支付平台 在內地 是的 這個的確 在早前一兩年的時候 是挺麻煩的 就是我自己都要搞了 內地銀行 搞了內地號碼 我才開到 都不是開得了所有東西 但是其實隨著 近這一年左右 開始留意到 其實我沿途 在羅湖沿途走的時候 已經看到有些 香港人在廣東話 在說 這裏要怎麼按 怎麼按 那裏按會平兩元 已經在那裡這樣說了 所以變了 就是你看到 內地的支付平台 開始開放一些 國際的支付方式 例如是 Credit Card 這樣 其實會 越來越方便了 一些國際的人士 或者境外的人士 去內地參觀旅遊這些東西 所以變了 尤其是 你現在看到 就是早前 我們做節目都說的 兩會就已經說明 各省各地都要做旅遊 現在連國家主席出來 都拼了旗仔 旅遊強國 鴨仔團 跟著我支旗 跟著我支旗 走 所以變了 我覺得 內地旅遊這個辦法 是不是 譬如葵程這樣 今天會出業績 9961 今天看到去到440元 最高見到452元 52周高位 不過市盈率其實不是這麼高 因為其實你看到去年 那個盈利以倍數增長完之後 其實今年暫時來說 現在還是26倍 如果你 好像剛才說的 連全中國最得高網重的 都出來拼旗仔 你難道不跟嗎 所以我會覺得 葵程 大家錯過了剛才 不要說剛才 錯過了這一個月 由300元 由400元以下 不要說300元 由400元以下 升上來這一圈 當然是很重要的 但是不要因為錯過了 而錯過了更加多的機會 美好時光 對 如果你股市永遠向後看 你永遠都很慘的 股市要向前看 所以我自己看 比如468元 甚至480元 我們有一個call 24238 480元的call 應該是新上的 去到一月到期 大家可以參考 我覺得旅遊板塊 這麼高調 有官媒出來講 要今年打造的話 你不是不看嗎 是 有少許這樣的心態 是 也是一個重點 還有你見到他走勢 今晚早上也是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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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 我想也不要說 之前 直接錯過了這一段 我想其實很多人 就算看好 之前一直去的走勢 都很美 說真的 由年頭開始 你中間都會下車 你都沒有想過 他的升勢 一直上來 哇 450元 是啊 真是頭也不回 再加上 我覺得 還有 反過來也可以這樣說 就是說 如果還有負負在手的朋友 當然恭喜你先 因為你都升到450元 但是好像你剛才說 如果是我的 怎麼都不會沽了 怎麼都會留一點點 因為始終你看到 現在才 從二、三月份兩會開始說 到現在五月都還在說什麼 還有從最高層的人次去說的話 這個 因為其實我剛才做隔離節目 都有提了一句 其實做旅遊是非常非常之正確的 政治正確的一個行業 為什麼這麼說呢 第一 本地資金留下本地消費 更加重要的是外地資金輸入境內 所以其實你看回東南亞地區 做旅遊經濟做得最好的國家 其中一個是誰 泰國 因為泰國的全國GDP 有一個很高的比重 是從旅遊行業那裡來的 所以變成 而國內有很多文化的東西 有很多的飲飲食食 有很多的配套 其實是非常之適合做旅遊 譬如滑雪 這些都有 所以變成 變成 如果 尤其是現在一方面 譬如你看到美國很多關稅 阻止了出口的收入的時候 那你既然不可以出口 那我就做入口 但是你要入口錢的話 那我就做旅遊 我做service 我出口 我提供入境的service 去賺外匯 簡單來說 所以變成 變成我覺得 旅遊行業 在現在這個比較敏感的局勢裡面 其實是一個非常之恰當的一個策略 可以這麼說 所以變成我覺得 譬如葵程也好 甚至乎美團 甚至乎其實不只是葵程 今天出業職 還有另一隻 是和旅遊有關的 叫做同情 大家可能少點留意這隻股票 同情是一隻780 編號 780我們 我們沒有產品的 但是其實你看到780的股價走勢 都由這個18元左右 就是2、3月份 18元以下升到現在22元 其實升幅都挺可觀的 大家也可以參考 好 這個板塊大家可以看著 除了這個板塊之外 還有沒有留意到什麼板塊 都吸引到資金 今天看到的資源 金啊 油啊 那些都OK 上回來的建制883也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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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源啊 資源啊 譬如金啊 銀啊 油啊 銅啊 這些呢 其實就一直都在升上的 因為比如883上回19個幾 歷史高位 見過20元7號幾 那暫時 我就說了一段 剛才我都講了一段 那轉的牛市 不是直接由這個的港股通知金推起了 你看到整個市值 只是騰訊升了八千幾億 整個港股去到四月底好像升了兩萬幾億 我看港交的報告 所以變了你這麼大的股值 向上推的時候 是不是只是那些北水呢? 應該不是的 所以變了是不是那些外資 開始轉變了它們年初那個看法呢? 因為年頭大家都記得就是說 港股看都不看 寧願看日本 寧願看美股 看晶片股 但是其實隨著中證監確認港股平台 可以這麼說 那時候是不是那些外資轉變了那個態度呢? 肯看一些東西呢? 當它肯看的時候你會看到很多便宜市盈率 但是高牌式的股份就非常的吸引 比如883是其中一隻 其實之前還有另一隻完全和資源未必有關 但是同樣都是低市盈率高牌式的就是匯控 匯控現在都是7倍左右市盈率 那牌式率都有3點多厘 所以變了其實同系列的很多隻 比如甚至乎之前有一路看的10800的神華這樣 也是股息率是比較高的 市盈率現在都是剛剛升了這麼多上來 都是剛剛去到10倍而已 所以變成這些股份就自然吸納了很多資金去到關注的 還有你看到就是始終資源價格去到一些歷史高位 比如黃金這樣 今天做到2400元 白銀剛剛今早看Franburg也都看到做了高位 所以變成了在一些資源價格向上的時候 你看到美股開始暴發放慢的時候 我又不敢說是很明顯的 但是我可以相信就是這些資金真的願意 或者相對地比起年初更加願意買回港股的平台 還有一些有股值的資產 所以變成我覺得資源股 你就看著市盈率和那個派適率 你覺得相對便宜的時候 你可以繼續留意一下 但是如果你適可而止 你覺得開始見貴了 那你就停了 但是怎麼為之貴怎麼為之便宜呢 恆生指數升到19,600了 那麼平定貴呢 有沒有機會見兩萬呢 那麼這個就真的要多些留意著市場的氣氛 就是坦白說升了四個星期 今個星期還有這麼多星期 我真的回答不了 我都想它繼續升 但是我真的回答不了 但是如果這樣說 百八三有沒有一些什麼產品 如果有些人覺得 百八三有啊 如果繼續追 如果繼續看好 繼續追好的話 好啦 我覺得有兩種做法的 就是什麼呢 第一要是你繼續選牛證 那牛證就選貼價一點點 因為你可以降低成本 但是如果一回答就收了 那就是當一個有少少投機成分 其實現在去到這麼高位 你再看好市場 怎麼都有一些投機成分 又或者反過來 怎麼都有一些風險在那裡 因為始終你 我剛才我們一開始都說了 講好的回答為什麼還未出現的 大家都心驚膽跳這件事 所以變成了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反而部署就是投機性重一點點 就是說什麼呢 選一些便宜一點 高港一點的東西 中了那就繼續好了 那就開心了 不中的 起碼我用了一個很有限的資金 去做這個策略 這樣 所以譬如最貼家的牛證 我們有一個是 哇這隻都軟了 十七個幾個 看來我們八八三都要出一些新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可能用call 我看一下我們有什麼八八三的call 我會選一些比較價外一點點 但是都要合理水平的 譬如去到 這隻好不好 也好啊 22元這隻 24236 24236 是的 24236 22元的行使價 11月就到期了 但是都做到六倍槓桿 所以如果想參考一下 就是我會選一些一些 戒外一點點 但是長身一點的 那希望它有足夠的時間 可以 如果這個市是繼續今年 譬如好像你剛才開咪這樣說 整個龍年都是好的 就是無論是玲玲姐也好 還是文鋒哥也是這樣說 我說今年是真的還財 什麼都行的 就是我不說誰是燈了 總之就是那些風水佬 風水佬講話好得的 就是這樣 真的上到兩萬兩萬一兩萬二 這樣 那你就選一些 一些價外的去到渣 是 好啊 先用這隻先 883的call24236 好啊 是 然後看了這隻 3690 美團 剛才一開球 我見有觀眾問你一隻 因為 因為今天就 益市 就要跌一些 是的 那它就問 這些位置 可不可以做淡它呢 因為其實見到它 在今年的二月份 都已經 沖了上來 中間有回過的 但是它整個勢都強 剛才聽你說的 9961 葵程 其實美團 3690都可以解僱一下 這些概念 我在想可不可以解僱一下 還是反過來 如果它回的時候 反而是再 博相 好像剛才Martin的策略 即是說那個這樣 用過近一點點的 是的 接著設個指示 接著它再上 首先我想說 如果你想做淡的美團 我只能夠讚你一句 偽高人膽膽 不過 我相信很多人都是這樣 因為為什麼 等於我們剛才都說 升了四個星期 我不是不跌 它可能真的不跌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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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個星期 十年升 好像我剛才說 十年升之後 我都覺得 還不跌回 怎麼都跌回5% 真的 不要說5% 半個%都沒有 所以 所以變了 變了 你現在這個位 還走去 沽隻美團 偽高人膽大 阿里巴巴也是 你沽隻 騰訊你這麼敢沽 騰訊 夠四百元留上 你夠敢沽 偽高人膽大 所以覺得 當你覺得要調整的時候 它偏偏就不出現給你看 還有現在在說什麼 是國家領導人出來說要做旅遊 你走去沽它 你就跟它 作對 打對頭 好像真的偽高人膽大 就是怎麼選都 我想未必會選到它 首先沽已經是偽低的 不是那麼大的 你沽就是平安也好一點 你沽內房股升了這麼多 但是美團市盈率 理論上現在是高的 但是千萬不要忘記 就是當隻攜程去年 都可以六七倍盈利的增長 令我掉了眼鏡的時候 美團可不可以做到這件事呢 因為其實美團 它都是剛剛開始賺錢 所以它的盈利基數是低的 所以它要那個盈利 配回那個基數 其實不是太大的 所以這件事要留意著 如果你說看美團的 好了 反過來 好像你剛才兩位這樣說 就是說 會不會回回一點點的時候 繼續買call 看好 其實我覺得 如果是這樣的策略 又是好像剛才883 那樣 反正都是 不如選一隻價外一點 好 是不是 甚至乎選一隻價外一點 就是什麼呢 都不用等它回調了 反正都夠便宜了 現在買下去 可能就看它有沒有能夠繼續升上 所以如果你說選一隻價外一點點的話 大膽一點的話 這隻夠價外了 又夠長期了 18806 我很少選一些這樣價外的東西 40多個%的價外 180元 我在想18806 接著那個列表這邊 是直接看不到的 接著要按進去才看到 18806 是啊 很遠的價外的 一隻美團歌 180元 180元 11月到期的 當然 它上到180元 首先 我不覺得它完全沒有可能 當它可以70元升到120元的時候 你上到180元 什麼都有可能的 是不是 所以變成 機會大不大 當然可能不大 180元 但是 但是我們現在說 就是說 究竟美團 可以 如果真的上網的話 可以去到多少 是不是 那你其實 你 你照樣看 美團曾經是幾百元的股票 是 是 是不是 所以變成 變成 我現在看了180元 可能都是高位的一半 最高位 最高位有沒有見過360 應該有 是不是 是 我都忘記了 看一看 看一看 幾年前 幾年前有沒有360元 我都忘記了 Anyway 總之180元都不是很過份 是不是 200元一定有 180元 有感覺上 不是很過份 但是 你看到這一隻 現在都是四千多 四千多的時候 變成你就可以 很少的資金 去到 有一個這樣的機會 但是好像剛才所說 投機性是高的 因為始終市場上升了這麼多 你再用一個投資的策略 就是你用一個重成本的策略 一回吐的時候 其實會影響到你那個部署 所以我反而覺得 既然升了這麼多上來 就用一個投機性重一點的策略去部署 所以就控制住馬 前提就是你覺得市場 都繼續升上去的 這些股份都有牽頭繼續升 可以控制住馬 就找回適合的產品 去駁一駁 就找回這個 我們就打給大家 3690 call 1806 接近七倍槓桿 是的 十二點三十五分 這一節時間差不多 問一下 Martin有沒有東西要申報 好 我是金管局持牌人士 剛才提過的講股 我是沒有持有的 麻煩你 好 稍後晚一點時間 就再跟你搖搖搖頭 哈哈 好 好 希望我們今次成功 好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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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節目之內容並不構成任何建議 邀請要約或由稅買賣結構性產品 牛紅症備有強制屬回機制而可能被終止 戒時1N類牛紅症投資者將不獲發任何金額 而2R類牛紅症之剩餘價值可能為零 結構性產品並無抵押品 餘化行人或擔保人無力常債或違約 投資者可能無法收回部分或全部應收款項 欣賞 uana 一個人